我就是我的费务全 我就是这里 大家好 我是猪妹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鬼灭之人》藤人小故事 蛇猪的小哲变成了大蛇丸 鬼物舒残 跪地求饶 还是被园医砍头 接着上一期视频 炼雪和蚁窝索的故事接着讲啊 同魔再次如同幽灵一般飘到了出来 在刚刚许下誓言的博智身边思雨的 一 万一再次一次什么的 做梦也不回去想吧 话音刚刚落地 同魔的脸上立即迎来了一击重拳 被瞬间点燃了怒火的博智 就像狂怒的狮子说的 给我适可而止你这混蛋 不管你是幽默的玩笑 还是恶趣味的玩笑 博智看着脸上挨了一记末日铁拳 却依旧严肃认真的同魔 两人的眼睛就这样对视着 博智很快地冷静了下去 被热血冲伤了大脑 重新开始运转了 我笑 这不是玩笑吧 博智理解了同魔的意思 同魔 说老实话 你所做的事情直到现在 都能让我高兴吗 但是这次谢谢 太谢谢你了 博智松开了 抓着同魔的手 将外套撕了下来 捆绑在了腰上 正是因为如此 我这次一定能守护住 对我而言重要的他们 买了外套的遮挡 博智满是锻炼过后的 精重肌肉就显露了出来 比他身为鬼的时候 还要精重 博智重重地踏了一脚 无形的气势 就像实体化了一样 一边向着炼血 和师父离去的方向狂奔 正是为了此刻 现在的我已经变强了 比起身为鬼的时候 更加强大了 这次一定要守护住 我现在就过去 师父炼血 同魔难得的安静了下来 看着博智狂奔而去的身影 在夜色中 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同魔的脸上 还带着刚刚 受到博智已记重拳的 瘀青和伤痕 依旧在一直看着博智 消失的方向 同魔一边想着 刚刚博智和自己说过的话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总之还是要感谢你啊 以我做 同魔的身影 在炉灯的照耀下 沧桑地说道 你这家伙 任性地理解了什么 还夺到了衣服 不知奔去哪里 至今为止 也不知道我到底 为什么那么痛 不过 如果帮到了你的话 就太好了 给我早点回来 在路灯下 罚胎的同盟 换快就被突如其来的 摩托车的轰运车打断了 还没来得及做出什么反应 一支柱就驾驶着摩托车 将同盟重重地撞飞了出去 而另一边 向着炼雪和施将 离去方向 狂奔地搏置 一边在疯狂 一边在奔跑 就像是为了最重要的人 而拼命一样 虽然最后 什么意外也没有发生 结大欢喜 结大欢喜 接下来我们看 祭国园一 无惨的黑死磨这里 把头低下来跪着 你这畜生 给我跪下 祭国园一 整个面孔 因愤怒而显得正宁 竟敢欺骗 无知兄长 祭国园一 摇着牙 从尺缝中 吐出字眼 祭国园一 眼前的无惨 连辩解的话 都吐不出来 无惨只是在脑子里 想着辩白的话 来为自己开脱 不 是还是 那家伙自己 无惨仅仅是在脑子里 想起了一个想法 站在他面前的 祭国园一 就如同看破了他一样 暴喝道 闭嘴 谁让你说话了 无惨的话语 瞬间被掩了回去 但是他还是 开口准备 挣扎着辩解一下 可是 祭国园一 再次打断了 无惨的话语 兄长是不会 做那种事情的 毫无辩解的余地 假之 祭国园一 命令师的语气 无惨不得不 真的闭上了嘴 以防止惹恼了眼前的 正处于暴走状态的男人 祭国园一 平复了一下心情 如行训一般问道 不准因为你那 无趣的思想便开口 只学回答我问你的事 我所敬爱的兄长大人 为何变成了鬼啊 无惨连头都不敢抬 继续在心中 默默吐槽道 就算 对我说这种事 偷偷瞄了一下 身前的男人 无惨马上被吓得 缩了一下脖子 祭国园一 整张脸完全黑了 祭国园一 带着杀意再次开口 小算对我说出这种事 后面怎么了 继续跟我说下去啊 一个可怕的想法 在无惨的心中 炸了出来 刚刚开始的思考 都被这家伙看穿了 不妙啊 眼前的男人 能直接读取 他的想法和思维 他的话术和计量在祭国园一面前毫无异欲可言 无惨刚刚在心里刚想到这一点 就像验证一样 祭国园一如同刀锋一样锋利的话语 狠狠地砍在了无惨的身上 有什么不妙的 你说说看的 每一声泪都比之前的一声要大得多 每一声都敲击着无惨的心里防线 这呼吸 实之心 带着杀意和威恨 继续园一就这样吓唬着无惨本才 继续园一继续说着 没有在意眼前如同色索的鸡仔一样的无惨 修教大人 谁非常了不起的 值得尊敬之人 躲藏在外面的黑死谋 即使听到了自己兄弟真心实意的话语 心中也没有什么波澜奋起 他早已被恨意所吞噬 房间里面 祭国园一依旧喋喋不休 宣讲着自己对兄长的辱目之情 在相遇的时候 兄长还挂念着孤身一人讨伐鬼的我 不惜离开深爱的亲儿 要与我一同走上修罗之路 无惨终于回过神了 听完祭国园一的话语 为了性命着想 强忍着没有笑出声来 那叫何是恨着你的 语气中带着嘲讽和鸡鱼 黑死谋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根据无惨和祭国园一的对话 推断出了一个结果 居然能读取思考啊 这种事在变成鬼之前 他可一点都没和我说过 这可很是不妙啊 十之呼吸 十三之星 祭国园一毫无前兆地发动了技能 狠狠地吐出了一口气息 说出的话语让无惨认识到 他祭国园一 这次真的要动手了 你在否定我说的话吗 喂喂喂喂 这次不是威嚇 仅仅是在动手前 悬泄着自己的不满 认识到起将到来的 命运的无惨留得很快 丢下一句 告辞了 黑死猫 接下来交给你了 便准备崩撤脉流 一定要想办法逃出去 一定要 那祭国园一的话语 如同追魂索命的恶鬼 在那里嘛 你这个不容易存在的东西 无惨几乎要吐血了 他已经拼了老命逃跑了 但是祭国园一 依旧能够追着不放 什么 竟然全都能听得见吗 一直呼吸 一直在外面窃听的黑死猫 血露出了身形 准备将祭国园一阻拦下来 看到自己的帮手出现 无惨大喜过望 在心中嘲笑起 追杀他的祭国园一 愚蠢至极 但是 就在无惨以为自己 安全逃出去的时候 他孤零零的头 被祭国园一抓在了手中 现在已经头 无惨甚至连一句玩意的话 都还没有来得及说完 结果园一 一手抓着剑 一只手提着无惨的头 整个人好似地狱中的 羞龙恶鬼 对着眼前的黑死猫说 小姐你对我做过了 什么事吗 熊爪大人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我 我一直是知道的 在数十年后 腰掌我的尸骨时 难道没有难过吗 这次只剩下一颗头的 无惨本残 再次在心中 担当了醋草叶 你在说什么 完全不懂啊 救命啊 快救我 接下来是一颗小巴内的故事 一面孤僻的街楼 外面是坚固 牢好的方格寨来 里面空空荡荡 连工人栖身 暖和的稻草店也没有 一个小巴内 依偎在冰冷的墙壁旁 缠在脸部的布条 已经被血液所沁润 长发简单地竖在了身后 整个人看上去 颓唐且凌乱 一个小巴内 就这样安静地等候着 等待着下一次让他到胃口的餐食 被他的亲人送进牢房 微小 但确实存在的声音 将一颗小巴内唤醒了 他四处搜寻着声音的来源 很快 一颗小巴内 便找到了 他一心所寻的东西 那是一条漂亮的小蛇 一个小巴内 见到的时候 并没有惊呼出声 震惊 也只是在心里 存了短的一身 这是 蛇吗 为何在这种地方 小蛇很通人性地 顺着他的手臂 爬了上来 不知为何 蛇身上冰冷滑溺的灵面 却没有让一颗小巴内 感觉到一丝一毫的不适感 一颗小巴内 神情复杂地 看向自己母亲 刚刚离去的方向 又看向了此时 已经盘在他手上的小蛇 小蛇漂亮的眼睛 一直在望着他 一颗小巴内 在心里 打了一口气 跟在那女人身后 连续一点也没在怕啊 小蛇在他的手上 便没有了动作 没有任何动作的小蛇 显得有些呆呆的 一个小巴内 双手捧着小蛇 也许只是憋得难受 他尝试着开口 和手上的小蛇对话 我的名字 叫一颗小巴内 女将 持久没有张嘴 说话的缘故 声音显得有些丝结 说到这里 忽然想到此时 弹在手心的小蛇 并不会说话 也不会有属于他的名字 想到这里 就开口 对眼前的小蛇说道 对啊 给你起个名字吧 这叫 迪婉 怎么样 一个小巴内 将小蛇 放到眼前 被裹在布条下面的脸 看不出表情来 但是他的语气 都带着欣喜 我说不定 就要被吃掉了 但在那之前 请多多关照哦 迪婉 被再次 换出名字的小蛇 突然间 对着另一边 张开了嘴巴 像是开始呕嘟一样 突出了一个人形 眼前的人形 对着一黑小巴内 啪的一下 长大了嘴 吐出了不少晦晤 一黑小巴内 呆呆地 看着眼前的高大男人 男人开了口 吐出的字节中 带着 类似于蛇一样的强调 嗯 是失礼了 刚刚弄脏了你们 我是帝王 不对 我的名字是大蛇王 请多关照 小巴内 男人吐出的字节 虽然掺杂着 这蛇的嘶嘶声 像是还没有适应 回到人类的状态一样 如同蛇一样的瞳孔 死死地锁定着 一黑小巴内 自称是大蛇丸的男人 居高临下地 看着一黑小巴内 嘴里 说着一黑小巴内 能听明白 但却无法理解的话语 你有着不变之目啊 是血迹献剑吗 一黑小巴内 依旧处于 刚刚一条小蛇 忽然变成了 如此高大的 男人的震惊之中 完全无法理解 现在的情况 看试完 也并没有理会 他的现状 依旧是在 自顾自个发言的 但是太小了吧 若是拥有同之术 并把这具身体 变大件的话 终于缓过神来的 一黑小巴内 发出了他 所能发出的 最大音节 帮我出去啊 对着楼门外面喊着 时空的男人 并没有进一步的动作 但是带着 嘶嘶的话语 依旧进入了 一黑小巴内的耳朵里 好可怜的样子 可真是被吓到了呢 听到这样话的 一黑小巴内 迎接再次拔高 不要 我不想死啊 大声王 口中如蛇一样的舌头 品尝着 一黑小巴内的恐惧 说出的话 如同碎命符一样 走心吧 我来帮助你 一黑小巴内 除了除了更大的声音呼救以外 什么都做不了了 从回忆里 理清了思绪的一黑小巴内 坐在温暖的餐馆里 身边坐着安安静静的大声王 对着眼强门头打吃的 戴鲁斯说着 总之 就是这家伙救了我一命 戴鲁斯密尼 手里拿着正准备开吃的第五晚饭 脸上还沾着饭链 就这样个蠢萌的睁大的双眼 带着 我还能再吃一碗饭吗 在眼神 看着眼前的一黑小巴内 最后也没有发生 什么令人紧张的事情 真是可惜可贺 可惜可贺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鬼秘之人 同样漫画的小伙伴 记得订阅 点赞 加分享哦 爱你们呢